上周,神池巴城组对空间站三舱舱内的烟火检测传感器进行了载轨功能测试 三名航天员利用专业工具触发舱内不同位置的差定温探测器和感烟探测器 进而触发舱内语音、灯光和仪表的火灾报警 三名航天员载轨完成了血液样本采集工作 这些血液样本将获得充分利用 除用于载轨进行血肠规、血生化检测外 部分血液样本在完成相关处理后直接冷冻保存 后续将下行至地面 供科研人员开展航天医学实验领域的多项研究 意图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指标数据 开发空间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的预测模型 研究长期航天飞行中骨骼相关生理系统变化特征 以及失重环境下骨骼、糖代谢和机体糖质代谢变化规律等 此外,航天员利用血液样本在轨开展了 生理指标监控评估技术研究 在对血液样本进行离心处理后 航天员使用分子碳针光谱仪对血浆进行检测 这项研究主要用于验证基于分子碳针和增强拉曼光谱技术 对蛋白质等有机化合物进行载轨检测技术的可行性 验证分子碳针光谱仪载轨检测试验流程与操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并获得轨条件下古代谢生理效应标志物的指标参数 除轨轨开展科学实试验进行站内设备维护检测外 航天员还完成了动态心电血压测量 运动肺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以及其他工作任务 同航天出生和温瑞资源 清理智营 冷却 熟 清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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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